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节目呢,咱们不说笑话,不灌鸡汤,不玩潜规则 咱们组织了一批大实话,与您共享 直办主题,一定要跟朋友里,做医生,做老师,做公务员的人搞好关系 您这辈子不幸福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太弱了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事实上,权色交易远比你想象中的要普遍,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我是为了你好,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得按照我说的去做 钱能救命,这是真的,大病来时没钱等于没命 人际交往中,越是了解你的人,往往对你下手 就越狠,你做事越认真,领导就越会把更多的工作派给你做 因为你靠谱,但最后挨骂最多的同样是你 不缺钱的人最容易借到钱,因为借不到才叫真正的缺钱 同理不缺爱的人,最容易得到爱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好人,而是失去了一个人 才想起他是好人 超过90%穷人家的孩子,一辈子努力的终点 只能达到富人孩子的起点,真相确实很残酷 一个人喜欢你,你脾气再大都叫个性 他不喜欢你,就算你温顺的像只猫,他也嫌你掉毛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一件事情作杂 但是只要你坚持,时间总会给你回报 朋友走到最后肯定越来越少 不管有没有原因都算了吧 单方面的付出是没用的 你会对亲戚的人发现你的脾气 是因为我们都会本能的对陌生人产生一种天然的恐惧 你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这个世界离了你照样撞 父母眼里别人家的孩子都拥有别人家的父母 方便面这种东西总是一包不够,两包太多 绝大多数的人中期一生都无法实现圈层突破 认真你就输了,说得好像你不认真就能赢似的 对人好要由浅至深,打人的时候要先言后夸 你赚钱的能力比一切都重要 记住是所有的一切 真正浪费粮食的人是把食物做得很难吃的人 千万不要隔级告状,因为上面领导的合作关系可能远超乎你的想象 不要总是心软,怕别人不开心 因为别人压根没想过你开不开心 别人说没时间并不是真的没时间 而是你没有值得他付出时间交往的价值 领导当然知道谁在排马屁 他们不是看不破,而是想要这种服从的态度 95%以上的男人一生中收到第一束花是在自己的墓碑前 没有很多人真的在意你的那些事 所以你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很多时候愿意陪你的没钱 有钱的没时间陪你 大多数欢迎都是如此 当你觉得自己想要去死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真的想死 你只是不想这样活着 选择比努力重要 所以开汽车的人永远追不上坐飞机的人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 这句话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中都特别适用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会打动 你的原生家庭真的决定了你一半的命运 成年人之间,别人一旦不信任你,你后续在做多少补救,他都认为你在玩套路 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都只是善良人的自我安慰 最先拒绝你的人是你的好朋友 最先看不起你的人是你的亲戚 最先落井下石的人是你帮过的人 有时候你周围的人很可能看得更清楚 所以你也许应该放下自我倾听意见 钱不是万能的,但是钱可以解决99%的事情 所以剩下的那1%做不成,也没啥关系了 男女之间的纯友谊主要是看脸 越丑关系就越单纯 相当多的男人对于孝顺的标准 就是让自己的老婆伺候好自己的父母 投胎好比什么都重要 很多东西生下来有就有 生下来没有啊 这辈子也很难得到 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的手中 90%的坚持掌握在10%早睡早起的人的手中 在成功之前你会失败很多次 会做错很多次 但是只要坚持,时间会给你答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 如果你一直找不到答案 那就放弃追问吧 那种没有学历的农村孩子 就算去再大的城市 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你朋友的数量和你的人品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只是和你的实力相关 你总是在期待假期 以为放纵一下人生就可以重新开始 如果你感觉一个人不爱你了 那么他是真的不爱你了 99%的男人都想找一个颜值高 身材好的女朋友 但可惜的是 大多数人并不是女神喜欢的高富帅 慢慢的你会发现 努力赚钱是保护你自己的最好方式 世界上最浪费生命的事情 就是把闹钟关了之后又闭上了眼睛 和同事有利益冲突时 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跟他合作 把利益最大化 如果你怀疑一个人是否喜欢你 那他就是不喜欢你 如果你怀疑一个人是否讨厌你 那他一定讨厌你 不管今天的生活是好是坏 都会成为过去 重要的是继续前行 每次有朋友结婚时 一边说着恭喜 一边心疼分子钱 你能看到的全部是套路 都是别人故意让你看到的 你看不到的内幕才是真相 请时刻保持警惕 大概率你可以活到75岁 75减去你的年龄 就是你还能活的时间 所以你要大胆的享受生活 很多人会透支未来 又认为能够靠自己填补未来 然而未来的属性不是期待 而是未知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经受锤炼的过程 人到中年你会发觉 除了家人 你已经几乎是一无所有 女生欢钱要房要车要彩礼 很重要 越不谈物质 男人就越看不起你 好好学习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但绝大多数人明白的时候 已经晚了 你越在意的人就越能伤害到你 没人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有钱的人普遍比没钱的人善良的多 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 三代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生了场大病 治疗几年都会拖垮整个家庭 全世界99%的人都用尽全力过着平庸的一生 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撞南墙 不回头 你越讲礼貌 别人反而越不拿你当回事 千万不要借钱给任何人 记住了 是任何人 那些在感情中不求回报的人 最后真的得不到回报 选择大于努力 不能用战术的勤奋来掩饰战略的努力 前任找你复合 大多不是因为真的爱你 而是暂时找不到更好的而已 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是看不起穷人的 即便是穷人本身 他们也看不起自己的同类 普通人翻身的概率几乎为零 不是他们不努力 而是努力的人实在是太多 绝大多数让你不知道的事情 归杆结底 都是因为你太弱 大部分工作的健身 不是靠个人能力 靠的是家庭能力 你的表现越卑微 一些幸福的东西 就会离你越远 很多时候啊 说算了算了 并不是让对方感激你 只会让他觉得你好欺负 人生永远经不起尽情的考验 你爱的人不背叛你 是因为诱惑不够 在这个薄情的年代 想要别人对你念念不忘 最好的办法就是欠钱不还 没有什么独立人格 也没有什么见识和知识的人 反而更容易感受到快乐 我们并不比自己的父母优秀 多少 在格子间里写PPT和当年在钢铁厂打铁 好像没有本质的区别 除了你的死党之外 你的人脉都是建立在价值互换的基础之上 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在意你的感受 所以你也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 能对我们起到一定的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